我今天要分享一下最近家里发生一些小插曲 就是我这礼拜也去台北上课 然后我礼拜天一的时候回来嘛 然后结果我到我家后面就看到来福居然受伤了 我叫小狗来福啊 他受伤流血 而且我听过儿子说他早上八点钟出去九点钟回来 因为被外面的狗咬伤了 可能不止一时因为看他身上那个受伤的程度 还有他那个手那个脚就是没有办法处理肿起来嘛 后来我看他这样吓一跳 那他看到我就很像小孩子看到妈妈一样要哭要哭的 后来我就给他呼一下 因为有跟客人预约 所以我就先把前面弄好 然后我跟赞扬说赞扬 我先麻烦你帮那个来福做气功一下 因为礼拜天那个冬月没有开啊 可是他身上都三口又是学床 我从来没看过来福这样子很舍不得 然后我就蛮客人 然后赞扬就要帮来福做气功 因为他身上都是伤也没有医药啊 啊后来赞扬就帮他做气功 啊我就工作到一半的时候 我说你做了嘛 他就说可是他不让我做 他很像要咬我 就是平常来福他我们家狗都不怕我啊 但是会怕赞扬 因为他如果狗狗有时候不听话 赞扬会假装凶他们 他会怕来福 结果来福竟然要凶赞扬 不让他做 所以我去后面居然看到那个来福在那边 要赞扬在很远的地方帮他做气功 我说你这么远 怎么不近一点 他说不行他会 他说那个来福可能有吓到吧 所以有什么举动他就很敏感 他就会嗯 就会凶啊 后来我就就忙忙忙 忙到一半的时候啊 就已经九点多了嘛 那我就跟 我就有空档 我就跟 我就跟他说 妈妈帮你做气功 啊我就跟 那个什么 台湾神祈祷 跟神祈祷 然后还跟上帝祈祷 然后就祈祷 因为他本来我回家的时候 他还可以坐着 还可以就是摸脚 走几步路 结果再进去 他已经瘫在那边爬不起来了 然后他从早上可能没吃东西 被咬伤 没吃没喝一整天 然后我看他摊在那边 我就很担心 然后我就 要帮他做气功 然后因为我做气功的时候 自从灵修班之后 我做气功 我手会动嘛 我就跟他 头上那边动动动 结果他就凶我 要咬我 我就 就离远一点 可是他还是一样会 会凶我 后来就说 静静的 不要动帮他做 可是他还是很生气啊 我就觉得来福很奇怪 他怎么会这么凶 反应性很强 后来 我就又跑出去嘛 忙到十点多的时候 我进去看他的样子 他居然已经 他在那边起步来了 然后 只能咬尾巴了 然后看起来 就是 你一看就知道 他一定没吃东西 然后又没有能量 我就开始担心了 然后我就打给赞宇 有时赞宇 怎么办 我家来福被咬伤了 我想给他擦药 可是我不知道擦什么药 然后赞宇说 不要擦点酒 因为有酒精 他可能会痛 会更生气 就叫去买优点 就十一点多 我跑去买 都没有买到 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就开始很急的 该怎么办 才好 他这样歪 他敲掉怎么办 我就一直很紧张 你知道吗 因为他全身被咬得很惨 结果 我心里就想说 我就突然想说 那我要帮来福 我要念一本经 回上给来福 一边念经给他 一边帮他做气功 因为我心里就想说 我有时候不说 我念经的时候 那个经 先佛对我的帮助 他可能对我帮助 我有那种坚定的信心 来福一定会比较好 是我心里就是有些 有这种想法的坚定 来福一定会比较好 然后我就帮来福做气功 我跟台湾神祈祷 我说台湾神来福 今天早上出去 被别的狗咬 我不晓得他会不会被人打 伤害他手怎么 整个都不能处理 我就跟台湾神说 我担心 其实台湾神医治来福 我很怕他会撬掉 又没有药 我就跟台湾神祈祷 说请你给他能量 医治他 让他的身心灵 有足够的能量 帮我把它撬掉 然后我就说 我要念这个金 回向给来福 我就开始 祈祷完 我就点那个塔香 我买塔香 然后我就开始念金 然后就帮他做气功 然后我就帮他做 一边一边做气功 我的手就开始动 然后来福就看我 他就 然后我就 我就离远一点 然后我还是继续帮他做 他还是很凶 很凶 可是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帮他做 我就一直继续念 就一直很坚定的念 念念念念 念到大概中间的时候 那个来福好像回神 他就 他就看着我 就哭了 就像在哭一样 好像回神 就没有像刚才这样子 凶我 然后他本来 他就可能是痛的 发抖吧 他就是因为全身又发抖 又瘫在那边 所以我就很担心 结果我就 他就 然后就 分析就动 好像 转过来 让我做他的那个 嘎吱窝 还有那个头 结果我做他的头 甚至他的脖子被咬伤 不晓得是不是有能量的关系 所以他的耳朵会一直这样抽动 一直抽动 本来还没做 他的耳朵没有动 我帮他做 他的耳朵一直动 一直动 后来他嘎吱窝也是被咬 然后就让我做 后来就一直做做做 一直念经念经 我就发现那个耳朵好像变安定了 而且他不抖了 我就一直这样子 坐坐坐坐 坐到他玩 他就不抖了 然后就安定了 也不宣我了 然后我就给他摸一摸 他就好像睡着了 后来我就跟台湾神说谢谢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耳朵他也比较好 因为我可以看到他不抖了 那我可是 我就是担心说 他不想的 我怕会敲掉 那可是 我只半夜起来的时候 跟我说 妈妈耳朵起来走路了 结果早上的时候 他精神比昨天好 他都没吃东西 他精神比昨天好 然后就走出来 我就跟他说 妈妈淡切给医生看 他就还可以自己跳到车上 他本来没有办法起来 他就还跳到车上 然后淡切给医生看 医生说被咬的蛮严重 就是他的脖子有缝合 然后他这个撕裂上也被缝合 然后那个整个手都肿起来 然后就打点滴 昨天就 一尊是礼拜一 打点滴 就复原的还蛮快的 今天走路就比较快 就是 在这段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说 你说那个精神的力量 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像我家的鸡米 鸡米 我家有一只腊肠狗 我妈买回来 那个人本来说五千块 后来我妈烧到两千块 就买来我家那只腊肠狗 鸡米 结果买回来说也是礼拜天 我想说这个狗 为什么走路东倒西外 我以为它还很小 走路不过一个月 原来它发高烧 它发高烧 然后我们再去给那个东 就是卖我们狗狗的 我说这狗狗怎么这样子 一直咳嗽 好像烧烧的 他说没关系 我教你 他就把那小的栗色打开 嘴巴给它这样打开 就直接灌下去 我说 不用喝水 他就说不用不用 然后他就 给它灌下去 对不对 说不用喝水 他说没关系 小狗跟人一样 吃那个可以对手 重点是他跟我说 如果 如果那个 我们家那只精力怎么了 没关系 我再陪你一只就好 可是对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生命 我们总是希望 是不是可以帮 把它救活 隔天我们带去给生看 所以他发高烧嘛 然后咳嗽咳嗽成这样 那个好像肺炎 还是什么 一个多月 那个动物医院 那医生跟我说 这个能不能救活 我不敢 就是很难 他意思是说 不好救活 因为太小了 一个多月咳嗽咳嗽成这样 结果真的 那时候我们养 他半夜两点都还在咳嗽 然后我儿子说 妈那个小狗怎么会咳嗽 怎么半夜像 这样子 很小子一直咳嗽咳嗽 然后我跟赞扬 就很担心 他会撬掉 赞扬居然念经 回向给他 半夜起来 为他吃药 然后又帮他做气功 我们就一直轮流做 念经 祈祷 做气功 一直对那个腊肠狗 这样子做 结果慢慢 那只腊肠狗好起来 一个礼拜 要回诊的时候 那个医生就要吓一跳 就是因为被人好了 他说 不可能吧 怎么会好得那么快 结果我刚才说 医生会不会是我帮他做气功 医生转过来说 你帮他做气功 对啊 我说我们 你已经回向给他做气功 然后他就很惊讶 然后现在在 我们家那只鸡鸣 撞得跟猪一样 因为我妈帮他养得 跟小三猪一样 对啊 所以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分享 真的 医生也会经常跟我们说 遇到事情可以祈祷 刚开始也不知道 怎么祈祷 不知道怎么跟台湾神祈祷 可是就很自然的 你会就真情流露的 跟台湾神 先扣恩 感谢台湾神帮忙 然后就会有心思 跟台湾神 别不知道说 我遇到什么困难 然后就希望说 台湾神给我们智慧 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 像我那时候开美法 第一个很久没做 二十几年了 然后又自己下现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心里就讲 爱当心 不要 这是不要打 然后就会有那种灵感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这个作品做错 其实你不是要剪这样 为什么会剪成这样 在剪一半的时候说 明明是要剪 譬如说明明是要剪这个发型 可是剪出来 怎么跟我样的发型不一样 然后我心里就很担心 说怎么办 怎么剪成这样 可是剪完之后 那个客人居然很喜欢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下次来 还找你再帮他烫头发 所以我这段过程 我都跟那个赞仪在分享 有时候我去杨师那边 也说杨师很奇怪 然后杨师说 会有灵感 神会 他们什么都给我们灵感 所以我那时候经常在做客人 都是经常喊台湾神 然后有时候 我在做客人很累啊 结果就跟他说 再给我一点能量 让我撑一下 因为可能站久了吧 会头晕啊 然后说 这样子晕过去 也不太好看 就一直撑 然后真的吹完的时候 精神又好了 对啊 那天我帮他做气功 因为已经快12点了 我也累了 结果在做 帮他做气功 好像自己也被做气功 做一做 自己也有精神 所以真的感谢台湾神 来主他好多了 感谢上帝 信我们台湾神 谢谢 谢谢